熄了孩子的阿强给个面子看望 嗨大家好我是阿旺 今天我们来聊聊海贼998话 首先是非夜 维田应读者要求绘画了爱妮露和小猫咪 边听音乐边偷懒 画面中猫咪的肉球爪爪搭在爱妮露的腰上 这个动作画面让人感觉特别熟悉 因为养猫的都知道 人在躺着时猫就喜欢我在人的笔文里 而在漫画里人和猫是可以角色互换的 营造的感觉也依旧安闲舒适 像这种对细微感觉的把握 在海贼王里还有很多 所以我也经常感叹 鬼天笔下热血与柔软的结合 简直妙到豪颠 我也一直认为海贼王是要细看的 每一个分镜 每一句台词 甚至每一个表情都极为细腻 甚至蕴含着大量信息 然后在安妮露身侧的篮子里 有几个红苹果 毕竟这回从前就很喜欢吃apple 而在他俩旁边呢 看着他们呼呼大睡 差着有满身资本家气质的耗子 气得尾巴都卷成树枝了 这个动作也简称 耗子尾枝 进入站稳紧接上一话 鬼岛浮在空中 但相比之下一眼就能看出 岛屿更加清闲了 说明老司机凯多在上一话 点火打开引擎号 现在挂档要把车开起来了 这一操作也惊呆了 百兽团的小喽啰 感叹不会吧 不会吧 谁能想到老大连这种事都能做到 看来平时的凯多 除了酗酒并不喜欢的 小弟面前装插显实力 而此时让小弟感叹的 还有马尔科的出现 并疑问这货到底站哪一边呢 因为他们看见小马哥 竟然用火焰把乔巴烧着了 突如其来的火焰 也着实吓坏的乔巴 不怎么认识小马哥的 布鲁克和索隆立即发出攻击 小马哥飞起来轻松躲过 不慌不忙的问乔巴 很胖吗 乔巴冷静下来 立即察觉身体着了火 但是并没有烧起来 火焰的温度刚好抑制病毒 此时毛皮族的医生小羊 和乔巴的绯闻女友也跑了过来 带着设备 要帮乔巴一起生产抗体 但这个地方毕竟是战场 不分敌我的冰鬼人 一言不合 就朝他俩攻击了过来 小马哥一看 这俩医生简直是职业隐怪 那就一招凤梨立 把这些冰鬼一锅毁了 然后我觉得 这个招式独作凤梨立 或者凤梨立都可以 因为它长得既像凤梨 又像凤凰 只能说这个招式的名字 伟田娃乐一语好几关 真是好假的 总之在治愈治炎的燃烧下 冰鬼症状逐渐消退 原意无法控制自己的 大政大哥也回复了神志 小马哥和乔巴说 如你所言 冰鬼夺走了他们的体温 等他们体力耗尽后 还会再次变成冰鬼 看到这一情况 奎音怒斥马哥 多管闲事 不讲武德 又转头对自己这边的小喽喽说 不要情信他人 别以为敌人真会救你 赶紧把抗体抢回来 而此时小喽喽们 颇为赤处 自言自语道 这么说究竟和我们想的一样 那么看来小喽喽们 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毕竟体验冰鬼后 领导的命令和自己的生命 哪个更重要 任谁都已经分得一清二楚 接着是乔巴拿着抗体 要赶紧生产 小马哥询问索龙 要想去屋顶 我可以带你飞上去 还对罗宾布鲁克说 你们也是来这里 不是为了这些小角色吧 这句话很值得玩味 看价是 难道是要带着他们三个 一起去屋顶吗 此时武士们也对他们表示 请你们不必担心 我们会保护好小猎猫的 乔巴则一边跑向室内 一边喊爆了大 那就交给你们了 就在这时 阿普多罗嗦嗦沾了起来 朝着乔巴就挑了过来 布鲁克顿绝不妙 而说时迟那时快 一个黑影算上了奖台 哭插一下 叼住阿普 小兵们见状 不禁又感叹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你德雷克这浓眉大眼的家伙 也背叛革命了 而德雷克根本就不打理小兵 一个喝推 就把阿普射到了地上 看着原来不相信 自己还动了手的索楼说 你要是真把我当自己人 就把这层交给我继续前进吧 索龙开着玩笑说 看不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哪边胜算大就站 哪边胜算大 看了这话 虽然我的表情是这样的 但索龙的每次盲目自信装插 之后都能用强大的实力 为自己证明 让人觉得他又好装逼 又很牛逼 不是为曹梦伦的超级战力 真真是海民们不得不爱 然后是塔内 即上一话 圣平和陆飞顺着梯子爬上屋顶 二人在四楼遇到了 相对强一点的敌人 而他俩仍在继续上一话中 杉智屈哪了的话题 深冰说 杉智也许察觉到了强敌 才会在三楼直步 陆飞说 啊这样啊 看来我的剑纹色还是不到家呀 那么发现黑马利亚这边 虽然是杉智的剑纹色 服以老蛇皮属性才有的操作 但陆飞这句 我的剑纹色霸气修炼还不到家 也算是伟田以陆飞之口 对杉智剑纹色的一种肯定 那么当年伟田安排他 躲开卡巴库里那一下 现在看来也是另有玄机的 然后是画面中 慎平陆飞所在的四楼 到处都是巨型猫爬架 对手也都是动作敏捷的大猫猫形态 接着镜头一转 来到了弗兰奇这边 他正用先进武器 炮控装甲部队 那小普顿哪能挡得住 他娘的意大利炮啊 可正在弗兰奇将军 些许得意之时 互以庞然大物 皮头盖脸而来 一下子就给弗兰奇将军顶飞 跟着翻了好几个跟头 带弗兰奇撅着屁股定仰一看不尽大骂 嗯 王八丽求求 这祸竟然是龙龙果实古代种的三角龙 再看刚才被打的落花流水的小兵 他们又觉得天晴了雨停了 自己这边又行了 福甲龙威的叫求着混蛋机器 不管你用什么招式都私心吧 这个是实际存在的最强生物 与此同时在山智这边 虽然手被绑住了 但还是能够奔跑逃走了 不过在他后面 就穿了一群女人的声音 啊不要嘛 不是喜欢人家嘛 别找你走嘛 刚才山智水岛后 黑玛丽亚竟然倒悬着出现 原来他是蜘蛛果实的古代种 鸽式玫瑰古狼猪形态 而反过来看 他的兽人形态也很特殊啊 下面竟然多了一双眼睛和一张嘴 看起来更像是半个身子长在蜘蛛上 其实说实话除了这四个点 这黑乎乎的一片 看起来更像个螃蟹 而面对逃走了山智 这张嘴早已垂扇三尺 上面的嘴全念叨着 我说你不是说了喜欢人家吗 这一辈子就待在这里吧 我会好好饲养你的哦 那该说不说的 这次山智真的出息了 见到美女也没有瞬间缴械投降 就这么雇佣雇佣的说要往那边去 可不管是往哪里看 都是女人 瞬间脸红脖子酥 啊难道这里就是天堂吗 本是想令敌人害怕的黑玛丽亚团 看到山智的花吃样子 疑惑大喊 这祸是怎么回事 哎呀看完山智这座 我才明白原来伟田才是最大的山黑 好好的智将山智 又被抓又摔跟头 又看见游女走不动道 不知道接下来是不是要来一个劝记丛梁 反正我是希望赶紧让黑玛丽亚露出真面目 或者交给乌索普吧 因为从乌索普在加埃岛 和两年间的修行都可以看出 她是非常非常了解游女之奶的 山智则一反常态 和纳美一样 很是害怕蜘蛛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词值得注意 黑玛丽说要饲养山智 再结合上其他后面几个站着不动的衣服 不仅让人联想到蜘蛛的织网能力 或许是要把山智捆绑固定起来 这咋又让我想起了小萨迪呢 接着画面回到圣平这边 一众喽喽已经倒地不齐 圣平的掩护工作很到位 陆飞已经更上一层楼 但此时圣平要面对的敌人与之前似乎不太相同 一只硕大的剑齿虎趴在台子上 由上而下注视着圣平 这种气概和威风凛凛的样子 不由得让人心生畏惧 而两只前爪松懈地搭冷下来 似乎是在用肢体语言说着 Are we soon under control 再看他与圣平的对话 别总刁难我的部下 元气无海圣平 听到这个称呼 圣平就歪停了 能叫老夫草贸易活的剁手 这个更有分量的头衔吗 此话一出圣平不怒 自为三分 但这大猫又说道 真是抱歉 因为我在你含着七五海的时候就见过你 这么含也不错 而圣平当然知道此刻是在战场中 对方这么说 肯定不是想让他请吃饭 而应该是曾经的仇人 接着圣平说道 要是能看见你的真实样貌 说明就能认出你了 此时老猫有点生气 我才不给你看呢 那么这一段有点意思 两个人软软绵绵绵里藏着 针锋星对的对话 无非就是说福斯福曾经败给圣平 或者是和还是七五海的圣平交过手 那时候他应该还没吃果实 现在似乎是胸有成竹的 要再来一战 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圣平从当上七五海到放弃七五海 在整部漫画里只有和艾斯战斗 以及释放阿龙的剧情 所以我个人感觉对福斯福 应该是多新的回忆剧情 而这个画面 爆牙剑尸虎对都吃胖都杀的安排 也是真的有点意思 那么究竟是种苗吃鱼 还是杀雕小猫咪 这场战斗都非常令人期待 而现在福斯福还不愿意露脸 那么肯定有人会想起这张图 来吧 不管是认真还是瓦梗 请把阿金牛逼打在公屏上 什么你问我 阿金还会不会再出场 其实吧 根本就没有阿金 或者说人人都是阿金 接着画面来到骷髅头外 乌尔蒂和小贝突然破墙而出 寻找纳美和乌索夫 两人嘴里说着 那些家伙去哪了 我要把那个女人的脑袋吹烂 和他们身后似乎是倒在血泊中的大猿猴 这段没啥说的 不过 伟田你确定这个憨憨的样子 是乌尔蒂 然后是骷髅头内的仓库 大和觉得这里应该不会有人来了 便将小人陶石柱安顿好 陶石柱满头的包看着这东西 问这是什么呀 大和说 这是龙的雕像 以前放在岛的正面 但是被我的朋友 也就是多年前来杀我父亲的男人 给毁坏了 所以就丢在了这里 而画面中也浮现了火拳艾斯的模样 那么不用说 伟田要用艾斯挽回大和的人设 能否挽回就要看伟田的功力了 不过说实话 到目前为止 大和的设定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都和我一样 忍着没吐槽 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漫画的全部内容 总结一下就是 伟田用寥寥几个画面 就带了诸多信息 以多线叙事的方式 大幅推进剧情发展 而关于对于关系 我们在这期视频里 已经猜中了非常明显的 弗兰奇对佐佐木 和不太明显的 慎平对福自福 但不管接下来战争会如何发展 都要开始爽文模式 进入精彩的打斗环节了 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要去刷完了 我们下期见 过去吧